高雄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張杰 那很開心就是 很開心就來到這個小杠的社交館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這個心路歷程喔 那每次回到家鄉呢 對我也是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的故事啊 是從這個家鄉出走 然後在世界都轉一圈之後 最後又回到家鄉 然後希望把自己的夢想成真 所以我很珍惜每次在高雄的演講 那也希望今天大家就是下午 懷著一顆很輕鬆愉悅的心 跟著我一起去旅行 在人生裡,然後在世界各地 那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是關於我的簡介 來 我是一個工程師 因為從小就喜歡寫作的工程師 二十六歲六年 主動作為工程師也聽到的 開始的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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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建立了幾段六段延遲的生命 那成風已久的地 於是留在地 白天 我是你流走世界的工程師 大樓內 你記憶一下 屋中的故事 一堆工作 一點旅行 一點寫作 我沉溺的部落格 開始發表文章 從未專欄作家 開始在各地眼睛 慢慢地與更多人分享我們的旅行故事 另一方面 現實與夢想的碰撞 已越來越激烈 一份好的福利 一份好的待遇的工作背後 是不是就該代表著 被抹上了夢想的居容器 當世界告訴你的越來越多 你越來越在意的 就不再只是那世俗包含的亮度 而是它背後的意義到底是誰 我越來越激烈 曾探索 走路的挫折 彷徨 與心思 沒有預期的是 那些所紀錄的故事 在短眉 也經歷下自己心路歷程的準備 那些挫折與彷徨 被帶入了旅途中 而旅途 也為我帶出了啟發與解答 我漸漸在旅途中 描繪出夢想的模樣 我用了八年的時間 從工程走向旅程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過去所走過的路 對而言得深距離 我從這八年時間的跨度裡 選出了十五段 可以讓我走過 世界十三個城市裡的故事 每一個故事都擁有著一個啟發 彼頭講的 不只是從工程到旅程 更是從現實到夢想的過程 想用那一步步走過世界的足跡告訴你 想用那一句句 在無數的下班夜晚 寫下的文字告訴你 夢想是什麼 如果你心中有了夢想 如果你還在找尋夢想 如果你曾感到航空 如果你也身在工程間 如果你也喜歡寫作旅行 如果你是上述的其中一個民國 那麼請你放開第一頁 跟著我一起去旅行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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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那個 那個筆呢 撿爆筆好像 是不是在裡面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撿爆筆 撿爆筆 很開心就是來到這裡 就是在跟大家重生一次 我有多開心 因為其實小港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有感情的地方 因為我爸爸在這個小港工業區裡面工作了一輩子 然後他也是在這邊退休的 那他之前是在這個剩餘鋼鐵服務 不知道各位的在這邊的鄉親們 可能對這間公司會比較有聽過這樣 那因為高雄是一個工業城市嘛 所以我從小也是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從業人員的這個 這個福育下面長大的 然後一直到大學的時候才離家 然後再來再回家就是36歲的時候 36歲回家 辭掉工作回家寫書 然後為了這個經營這個夢想這樣子 所以很開心今天能夠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故事 那我昨天 那個嘴巴比貝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的 就是我今天會帶到的是 主要會有這幾點 從我的求學歷程 然後從我職業中的追尋 然後到旅途 啊不好意思謝謝 到這個旅途上的啟發 然後呢我是怎麼樣把我的工作結合夢想 然後最後呢是如何跳脫這個舒適圈的 我發現這一場的觀眾們呢 有年輕的朋友們 我本身呢我是一個旅行部落客去過三十個國家 然後目前是天下雜誌換日線的專欄作家 講者跟自由作家 開始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生命中曾經對自己喪失過自信呢 然後你是不是有沒有曾經在找尋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不知道自己生在世上的價值是什麼 我曾經經歷過這樣子的時期 在我十三歲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三十六歲有點年紀了 然後我這個年代呢 小時候是有能力分班這個東西的 所謂的能力分班呢 就是如果你國小的成績不錯 那可能畢業之後爸媽媽就會帶著你到去考各地的自由班 那個時候國中是有自由班的 那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到高雄各個學校去考自由班 然後我後來就是以吊車尾的成績 考上那個中正國中的自由班 中正國中就是在八零二旁邊的那一間學校 那我還記得那個自由班裡面有二十八個人 然後呢 那十八個每一個都是超級會念書的學霸 那十八個後來當醫生的有四個 然後有一個當了律師 所以呢 在那個國中的那三年呢 我的功課呢 讀得非常非常的吃力 就是每一次的段考啊 怎麼考都是全班的倒數前幾名 然後我國中三年成績 總平均成績呢 是無庸置疑的全班倒數第一名 就是最後一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當過最後一名的經驗 有人有當過最後一名的嗎 這個經驗不是很少 不是很常見啦 但是我想沒有人會喜歡這樣子的經驗 因為你就會覺得怎麼考都考不贏別人 然後就算在只有班的作為名 可能你在普通班算是前段的成績 可是呢 所有人都會因為你的身處的環境去評價你 你是全班最功課最差的 那你就是最應該加油的學生 所以我以前啊 就是非常的沒有自信 這是我國中的照片 大家不要猜猜看我是哪一個 如果猜對的話有小獎品 因為不是很好猜 就是最後面帶你見的 不是不是最後 欸請說 那個前面白色衣服後面那個躲在那裡 躲在這裡嗎 不是不是他 不好猜喔不好猜 大家可以猜猜看 欸有人要說嗎 猜猜看 那是最前面穿體育服那個嗎 體育服是 體育服是什麼 就是那個藍色旁邊那個 藍色旁邊 這個嗎 這個欸 欸對的沒錯 欸厲害喔 這場的觀眾比較厲害 因為常常就是大家都猜一輪 然後都猜到別人這樣子 來謝謝 欸對我就這一位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不但是功課最差 而且我是全班長最矮的 我的個頭是最小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什麼都不如人啊 就是個頭也不如人 然後考試也不如人 那所以就覺得 不知道自己到底存在有什麼意義 這樣就是每天都被罵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我看 我跟別人講話說是非常沒自信的 就是我不敢直視別人的雙眼 我就是看著地上來講話了 那這樣子的情形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持續到國一升國二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要換導師了 那我記得我們的國一的導師在那一堂 最後一堂課裡面呢 他就有講一些話勉勵搬上表現好的同學 那我還記得很清楚 他送了一本綠色的書 你只要被他表揚 他就送你一本綠色的書 那想當然了就是沒有我的份嘛 因為我功課最不好 所以就是我在下面聽 就看人家被表揚 那後來呢 老師就突然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欸張仁姐 等一下你下課之後來找我一下 那等到下課之後呢 同學們都走出去之後 我就很確信深的走到老師面前 因為我想說 老師一定是要勉勵 我要多努力多加油 我功課要跟上這樣子 結果呢 老師呢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覺得我的週記寫得很好 他說他每個禮拜都很期待 抗改我的週記 他說我寫得很好 而且我要繼續寫下去 他就只講這樣而已 然後呢 他就給了這一本象徵獎勵的綠色的書 滴到我手上 我現在已經忘記這個書的內容 我記得他好像在介紹什麼 壽山的生態 植物生態 這不是很好看的一本書 但是他對我的意義呢 遠遠不止於那本書的內容 我必須要說 有時候老師的一句話 是會影響學生一輩子的 就是教育的重要性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今天能夠來到高雄社教館 因為我覺得教育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老師跟我講完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我的人生命中 好像有一些部分呢 是做的不錯的 而且是別人有看到的 而且我做的跟別人有一點不一樣 好像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被功課評價的 所以我在求學的時間呢 有得到兩點深的啟發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在這個學業掛帥的年代啊 其實孩子的價值定位他不應該是單一的 我們不應該只用功課成績來評價一個孩子的全部 然後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不要因為不擅長做一件大家很看重的事情而否定自己 而你要因為你找到了你擅長做某件事情而肯定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身在世上都有不一樣的特性都有他的天賦 那這個世界這麼的寬廣我們不要只是因為沒辦法做大家都很看重的事情而否定自己 因為本來就不是每一個人都很適合做那一件事情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所在 所以你反而要因為你找到這一件天賦而肯定自己 所以其實我不代表我之後的學業就越來越順遂 但是其實我這個心態改變之後呢 我就慢慢的找回到自信了 我就開始在我的人生的這個旅途裡面慢慢走出這個黑暗的時期 就因為老師的這一句話 這個是我在求學時代最後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我的表情就開朗許多了 應該認出我是哪一個吧 應該沒有走中太多 對中間這一位 這是我在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那我自己很喜歡一句話就是 從自卑中走向自信的人 他是真正的自信 因為只有當你失去了什麼 而你找到了那樣子的價值 那樣子自信的自信的時候 那個自信才踏實的 那其實有很多人是從一開始就盲目自信的人 其實那反而會是一種自卑的表現 那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講的主題呢 其實都是圍繞著夢想這兩個字 因為夢想這兩個字有時候聽起來很虛幻 可是在我的意義裡面呢 它是非常的實際的 那我認為人生的夢想會隨著你 人生的不同階段有所改變 我人生夢想的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在一直在證明自我的價值 我一直在尋找我自己存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的自我價值呢 其實我必須要說在求學的時候 我的自我價值還是建立在學業表現上 因為大家都太看重學業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寫作它並不在我當時人生規劃的選項內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之後會有可能會當作家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當作家就是會餓死 然後 那個時候台灣的科技業真是黃金年代 所以大家都想要去選理工科當工程師 所以我也完全沒有懸念的 我高中的時候就選了自然組 未來是以工程師這個目標前進的 但是呢 它雖然不在我人生規劃的選項 但是它是我們內在自信的基石 我是靠寫作找回了自信的 所以寫作對我人員一直是有可能特殊意義的存在 然後我就畢業了 那個畢業之後呢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原本是一位阿宅工程師 就是非常標準的 就是很工程師的工程師 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這個南科 台南科學園區裡面一個新創公司裡面 LED的研發工程師 那我記得呢 那時候剛出社會的時候非常興奮 就覺得哇我已經獨立了 然後可以開始賺錢 可以回饋家裡了 那個時候我發現我的夢想到了第二個階段 叫做期待自我獨立 就是我可以自己經濟上面可以自立了 然後可以貢獻很多東西 然後我自己對於自己的期許是非常傳統的 就希望自己在職場上有很好的表現 然後可以升官發財賺大錢 然後讓父母為我驕傲這樣子 但我在工作去到這個新的工作崗位 一個月之後呢 我就發現 怎麼這個出社會的感覺跟我想像的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樸實無華 而且有點枯燥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工作的樣子呢 我不用擔心我每天要穿什麼衣服出門 因為大家都是所有同事都穿這個無塵服 然後呢 這個無塵室裡面呢 是沒有春夏秋冬的分別 因為這是四季恆溫空調的 然後我每天從早到晚都不需要跟任何人講一句話 我只要跟機台講話就好了 我只要把機台TU的服服貼貼的 他有什麼問題我就幫他解決 這樣就好了 但是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就發現 我的生活好像非常的Routine 然後非常的單一 然後我好像已經看到未來十年二十年我的生活了 那我就想說 這就是工程師嗎 這就是我要的人生嗎 那時候我就開始心裡有點疑惑了 所以呢 我在工作一年後又做了一件改變我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工作一年 第一年存到的錢呢 拿去做個人的第一場獨旅 我到了這個英國去玩 那我想要藉由這一次的第一次一個旅行呢 去看看世界是長什麼樣子的 因為我小時候曾經出去旅行 但是都是跟家人 然後跟旅行團 那個時候很流行跟團嘛 那我一直以為旅行就是會有一個導遊 然後帶一台游覽車 然後帶你去很多地方玩 那可是去完之後你可能就忘記你去哪裡了 因為那是導遊帶你去的 所以呢這一次我一個人出去走 想要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然後的確的這場旅行呢 也改變了我之後的對於旅行的這個定義跟看法 我一直沒有想到原來一個人旅行是這樣子 現在很多畫面呢 到我現在的腦海裡面還是粒粒在 我們雖然已經過了十年了 尤其是我從英國曼特斯特在坐火車到英國倫敦的這個路上 我看著窗外大片大片飛逝而過的這個草原跟羊群 那個時候我就發現原來真正的旅行呢 是你一個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後呢當我一個人去朝聖這個披頭寺發誡酒吧 在利物浦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聽搖滾樂 我非常喜歡披頭寺 但我以前都以為說披頭寺就是 是一個很遙遠以前 然後很遠以外的幾個年輕人唱的歌 但是沒有想到旅行呢 他讓我打破這個時空的這個束縛 讓我一瞬間就站在他們曾經出燈台的這個地窖的酒吧裡面 然後當我第一次呢 深入到這個倫敦的老四集去挖堡的時候 我遇到這兩個老先生 非常吃香喝奶的老先生 他們在挑東西 挑的津津有味 他們在挑什麼呢 他們在挑英國的歌劇 那那個時候我跟他們聊天 他就很開心的跟我介紹說 你如果沒有聽過歌劇 你一定要先聽哪一首哪一首這樣 然後這個熱情的老先生呢 讓我想到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也很喜歡看品劇 然後他也有自己喜歡的段子 我就覺得好像這個很不一樣的民族 很不一樣的文化 但是這些老人們 他們還是都有自己緬懷的這些 傳統的這些很寶貴的珍貴的文化 就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 然後這一次旅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張照片 雖然這個照片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就是有點可怕這樣 但是呢 我現在想起來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我去倫敦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就是我很想要去聽倫敦最道地的龐克搖滾 因為龐克搖滾的發源地就在倫敦 可是沒有一本旅行書他會跟你講 你去倫敦你要去那裡聽最道地的龐克搖滾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疑問上路了 然後我在倫敦自己遊玩的那幾天呢 就去了很多地方 但是都沒有機會能夠碰觸到所謂真正的龐克搖滾 不過也許是冥冥之中有注定吧 就是在某一天我去逛這個服飾店的時候 那個店員呢 來幫我拿衣服的那個店員 我一看到就覺得 這個人應該可以問他 因為那個店員看起來就很像Rocker這樣 就是留長頭髮 然後打很多鼻環啊 舌環 而且身上都有刺青 然後他是男生 然後我就想說那問問看他好了 我就用英文問他說 你知道我要去那裡聽龐克搖滾嗎 結果他聽到我這個問題啊 好像這個對他也跟吃飯喝水一樣撿 他就非常開心哦 然後就噼哩啪 他就跟我講出他心目中一堆 倫敦搖滾的這個愛店這樣 而且他也手 馬上手繪了一張倫敦夜店搖滾地圖給我 然後那個晚上呢 我就拿著他畫給我的地圖呢 就是暗圖所記 去到他心目中的那些搖滾愛店 結果我半夜的時候 就接近深夜的時候 走到這個倫敦夜店區 我才發現 原來晚上 原來白天這麼漂亮的這個一個城市 就到晚上竟然是這麼可怕哦 就是這個路上啊 都是這些垃圾到處滿步亂飛 然後觀光客都不見了 現在那時候路上 全部都是在地的那些白人年輕人 然後全部都是 要嘛是要去夜店的 要嘛就是已經從夜店喝醉酒出來的 就是這些人 然後我還遇到英國的就是一些八家窿啊 就是把我攔下來說有沒有煙啊 要跟你借一下 借個煙抽這樣 我就覺得還蠻可怕的 可是那時候我心裡有點害怕的時候呢 又覺得好像有點刺激的感覺 就覺得哇原來真正的旅行是這樣子 就是真正的旅行 它不是讓你看到一個都市 它表面風光亮麗的 非常漂亮的那一面 而是你也可以看到它破敗不堪 但是卻是最真實的人民的生活 庶民的生活的那一面 所以我在想到原來這就是真正的旅行啊 所以那一次的旅行呢 它帶給我非常多的啟發 我覺得 我覺得旅行啊 它是人生的延伸 它不只是單單旅行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藉由旅行去延伸你對於人生喜好的事物的觸角 像我喜歡聽音樂 我就會去不同的國家聽不同國家的音樂 那如果你喜歡爬山的話 你可以爬一座不同國家的山 那如果你喜歡藝術 你可以去逛一座當地的美術館 所以旅行它並不單單只是旅行這件事情 你可以藉由旅行去延伸你生活 對於生命的這個觸角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世界有多麼寬廣 有多麼多值得熱愛的事情 然後真正的旅程 它是沒有辦法被複製的 如果你一個人自己去獨自旅行 然後去發覺你想要的東西 那其實每一個人在那個時空下都是獨立的 今天就算再有一個喜歡搖滾樂的年輕人 跟我一樣去到倫敦 他也不會遇到那個搖滾店員 然後踏上跟我一模一樣的旅程 所以每一個人的旅行都是獨一無二的在當下 然後旅行它就像打開世界全數的目錄 讓你向外看到人生的一百種可能 向內省思自己的本心 如果我沒有去這一次的旅行 我會以為我的世界就是那個白色的無城市而已 然後就是每天穿著無城袍這樣子 但是旅行 那我看到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的寬廣 人生有這麼多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世界上 然後項鍊去省思自己 什麼樣子的生活 什麼樣子的生命是我想要去追求的 跳了一頁 我最喜歡的這個 一句話呢 叫做那個聖老古斯丁講的 他說世界是一本書 不履行的人只讀了其中一頁 如果我們沒有走出世界的話呢 我們會以為我們所謂的世界呢 其實它只是這個世界的百科全數裡面的其中一頁 是非常狹隘的 只有走出去你才會知道有多寬廣 那我就帶了這滿滿的這些啟發之後呢 就回來繼續當阿宅工程師 因為我的那個架已經用完了 那雖然呢 這個就是我要回來平靜的生活 可是呢其實我內心是蠻不平靜的 因為就是去了這趟旅行 給我很多很多的震撼 所以呢 我在回來之後呢 又繼續工作了一陣子 我本來想要就是再存一次錢 然後隔年再繼續我的這個出國之旅 結果呢 這時候工作 這時候是 等一下 剛剛有點觸碰不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工作去公司卻有點不平靜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第一個工作呢 它其實是有一些風波的哦 我的這個 這個公司呢 當初會進到這間公司是我的研究所學長 他找了這些謝謝 他找這些研究所的學弟妹們呢 去 然後 好像還是不大聲 哦 有點 是 這個 拿下 拿下 哦 有有有 OK 好 有時候我們會以為啊 就是平靜的生活是應該的 但是呢 其實 這個世界上是存在非常多變數的 這時候公司慢慢不平靜的 就是當初找我進來的這個學長呢 他是這個公司的CEO 他找了很多學弟妹去 結果呢 後來那個CEO呢 他因為這個政治鬥爭的因素被鬥下台 那鬥下台之後呢 就這個從木武集團 派來了一位皇清國企來到我們公司 然後開始經歷了這個一系列人為的掏空 那大家知道就是在台灣 當工程師有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會有認股 如果說你是新創公司 你可以認股票 那如果公司經營的不錯呢 股價就會上漲 然後你的身價就會暴漲 那可能比你領薪水還要快很多 可是那時候因為公司就是被掏空之後呢 股價就整個崩盤了 而且呢 因為他是未上市股 所以他是沒有跌停板 他可能就一下從40塊跌到甚至十幾塊這樣 因為是有系統性的 有內線有人真的大量的拋售 所以呢 那個時候公司就開始越來越差 狀況越來越差 然後股票一系蒸發之後 我就看著我身邊的同事們呢 其實都 就是還是很麻痹的在工作 也許他們不願意面對這樣子的情形 然後也許他們抱著不合理的期待 期望說公司還有一天能夠好起來 但是呢 我就想說 哇這樣子可能不大行 因為 這樣子我都不知道會不會明年還能不能存到錢去出國 搞不好公司就已經不在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面臨了這個人生中很不一樣的這個 又很不一樣的一個抉擇 就是你願意在困境中做出改變嗎 那時候我覺得我的第一個工作的公司已經遇到困境了 你願意在困境中做出改變嗎 我後來呢 就做出了改變 我來到了這個第二份工作 這個是我在第二個公司的這個工作的畫面 其實這不是工作畫面 這個是尾牙的這個畫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這個照片 跟剛剛那個照片的氛圍就很不一樣 就這兩間是很不一樣的公司 這一間呢叫做ASML 它是一個外商公司 那它的氛圍就比較開放比較活潑 然後你看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玩團的話呢 你還可以跟幾個同事 在尾牙之後穿著像 穿著這工作服像天線寶寶一樣 就是上去娛樂大家這樣子 那我之所以會來到這一間公司呢 主要會是有幾點考量 第一個呢就是我希望呢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我不想要再去新創公司 因為新創公司可能伴隨很高的機會 那也伴隨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來到這個外商半導體的世界第一大的公司 就考量它穩定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我希望我能夠繼續旅行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希望再用每一年的年假 然後存到的錢去一個地方玩 我希望最好就是可以讓我一邊工作一邊旅行 所以就是我來到這個的用意 然後呢我也的確在這一間公司的短短六年之間 就累積了很大量的旅程 去過很多的城市 那很多都是我在工作的時候去到的 像是這個是新加坡 然後這個是美國德州 然後這是中國的西安 然後我在2016年的時候 有去美國紐約外派了一年 那我自己的旅行也沒有停下腳步 我去到了這個青麥 然後到柬埔寨 去到冰島 到中東 到蒙古 所以呢就是沒有想到 在短短的這幾年之間就去到這麼多地方 所以我就開始也是因為這樣子才開始慢慢的 開始我的這個旅行 開始我大量的旅程 那我在分享的時候 很喜歡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也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裡面去很多很多地方 我們沒辦法像那些職業的部落客啊 或者職業的旅人 讓人這樣子他們可能 無時無刻都在世界上流浪 我們可能有自己的工作 有家人 有牽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一輩子的時間去環遊世界 如果你喜歡旅行的話 你一年去上一兩個地方 那如果你工作了二三十年 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方式的環遊世界 而且旅行它會隨著你的生命歷程慢慢成長 像我現在的旅行 就跟我第一次的去英國旅行就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很享受這樣子在旅行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 我以前經歷過最特別最特別的一段旅行故事 這一段旅行呢 它打破我對於很多事情的這些刻板印象還有成見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這個地方是哪裡 猜對了也有小獎品 因為這個地方不好猜 可以可以從這個建築物裡面去猜猜看 哈 我有聽到什麼有聲音 巴基斯坦很接近 他就在巴基斯坦旁邊而已 以色列 以色列 不是也是在那附近 尼巴仁 尼巴仁也是在附近 對就是在中東那一代大家知道的 土耳其 土耳其 不是 伊拉克旁邊 伊拉克旁邊 伊朗 對對對 怎麼那麼多人講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剛剛有講伊朗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對 有講的都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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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到伊朗不簡單 因為這個是 來 來 還有嗎 還有嗎 因為伊朗不是一個很主流的國家 大家對伊朗的印象是什麼 館長 館長 厲害厲害 大家對伊朗的印象 應該不會很好 如果你對伊朗 了解是來自於媒體的話 因為在媒體的這個世界裡面 伊朗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不大討人喜歡的國家 然後整天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這樣 那其實我們對於不了解的地方呢 都會充滿了很多刻板印象 像是對於中東啊 我們都會覺得說 欸 中東很危險 是不是這個地方很危險 然後伊朗 伊朗是不是也是蠻危險的 它裡面好像有恐怖分子 然後有人說伊朗是一個很邪惡的國家 是邪惡周星國這樣 那我怎麼會挑這個國家去呢 是因為 我有一次在這個背包客棧論壇裡面 看到一個背包客他寫伊朗的故事 然後我看完之後我就發現 怎麼這麼奇怪 就是這個國家跟我 跟我的印象是完全相反的 他寫的東西是完全相反的 他就寫說伊朗多好玩啊 然後多有文化 然後他們那邊的人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熱情 很可愛這樣 我覺得 欸怎麼跟我印象中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為了想要去證實這個人講的對不對 我就真的那一年就選擇到伊朗去了 那那個人呢 他有講到一點就是 他說伊朗人非常的熱情 他說熱情到什麼地步呢 他們會就是會請陌生人 隨便的陌生人請他回來吃飯這樣 然後甚至會請他回家住喔 就是他跟你不認識 然後那個背包客他宣稱 他有被伊朗人帶回去住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吧 那我要來吃吃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其實這一張照片呢 就可以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伊朗人的個性是怎樣 因為我本來要照這個城鏘嘛 結果這兩個伊朗人就剛好走過我的鏡頭 然後就很隨性就很開心的這樣畢業這樣 所以伊朗人其實是還蠻開朗蠻樂觀的 那我為了要證實說 伊朗人會不會隨便把人家帶回家吃飯 或者是帶回家住 我有一天啊我就不排任何的行程 我就在那個伊朗德黑蘭的一個民盛古蹟前面閒晃 看會不會有伊朗人撿我為家這樣子 我就我在那個古蹟前面晃了大概五分鐘喔 就被這兩個人搭訕了 這兩個是看起來像大叔 可是是很熱心的伊朗小弟 他們才十五歲而已 我每次講到這裡就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會嚇到這樣 就伊朗人還蠻操勞的啦 十五歲那個落腮服就已經長出來了這樣 那在伊朗很有趣的就是 你如果在這種在街頭上面 你是陌生人 然後你看起來像觀光客 你就會很引人注目 為什麼呢 因為伊朗是一個很封閉的國家 他們很少觀光客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亞洲人 更是引人注目 因為他們少數的觀光客大部分都是歐美的人 因為歐美人比較不怕死嘛 敢去伊朗 亞洲人就比較怕死一點 所以他在那裡很少看到像我們東亞的這種臉孔 所以他們很喜歡跟亞洲人講話 因為覺得這是稀有動物這樣 所以我會就是 就是會鼓勵 我還蠻鼓勵我身邊的這個男性的友人 如果你想要嘗試什麼是當正妹的感覺 你就可以去伊朗玩 你就會發現你走到哪裡喔 所有的伊朗人就會看著你笑這樣子 就是當正妹的感覺 那所以我就遇到這兩個 這個伊朗小弟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那那個時候我是的確需要幫忙 那時候我正拿著這個孤獨心球的這個旅行書 我在我想要去紀念品店買紀念品 可是那時候是伊斯蘭的一個節日 他很多店都沒有開 伊朗人其實又很多伊朗人的英文又不好 所以我在那邊苦惱要不要打電話去問 那他們知道之後呢 這個小弟就非常的熱心 他就幫我一間一間 就是打電話去問那個紀念品店有沒有開 這樣子 然後問到了一間有開的之後呢 他就又帶我去那邊買紀念品 然後買完之後呢 他們就問我說你笑有沒有事啊 我說沒事 他說那我帶你去德黑蘭走一走好不好 我說好啊 然後他馬上就帶我去德黑蘭的這個免費的城市導覽 這樣子 就帶我到了這種很多網美打卡的地方啊 就是他們也有這種雨傘天空 就是全世界到處都有 就帶我去這些好看的地方打卡這樣 然後又帶我去超市買東西 他說超市的東西比較便宜 你去那個紀念品店很貴 我帶你去超市買便宜的東西 然後我買了一些有趣的一些小紀念品之後 結帳的時候呢 那個店員又很開心的跑來跟我合照 就在伊朗啊 會有人就是很多人會跑來跟你合照 是很正常的現象 因為你就是稀有動物嘛 他們就會這樣跑來很開心 之後能不能跟你照相 然後後面這個結帳的阿桑啊 就是穿著這個頭巾的 他就問我說我幾歲 我跟他說我們那時候33歲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有兩個女兒18歲 就是有沒有興趣認識一下 這樣 就是才見面不到10秒 就要把她女兒許配給一個亞洲陌生人 然後後來呢 這個小弟呢 就問我說 要不要去吃一間 要喝一間很厲害的果汁店這樣 我想說 喔不愧是國中生啊 就是很喜歡去果汁店 他說好啊那就去喝果汁 好 然後下一秒我就到果汁店了 然後他們就點了一杯說是非常厲害的果汁 要給我喝喔 就說什麼是他覺得最好喝的東西 我一定沒喝過這樣 然後我就喝了一口之後我就發現 欸原來是香蕉牛奶啊 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在我的國家呢 香蕉是非常好吃的 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吃到 而且都很便宜很好吃這樣 然後那個小弟呢 就把我的話跟那個果汁店的老闆講 那那個老闆聽到之後就很不甘心 他就叫我把果汁拿回去 我那時候果汁才喝幾口而已 他就叫我把他拿回去 我拿回去幹嘛咧 他就把他夾滿這樣 他就夾這個紫色的東西 那要猜猜看這是什麼 猜對也有獎品 這不是很少猜 紫色的 紅紫色的 不是蔓越莓 不是蔓越莓 小滴滴小滴滴 紅龍果 紅龍果不是紅龍果 比紅龍果還稀少一點 不是仙人掌 不是仙人掌 欸剛剛有聽到一個紅開口的 紅石流 欸對不對紅石流 紅石流 欸我覺得這一場的觀眾都很厲害欸 對不對 這就兩兩位嗎 來來來 這邊 抱抱穿 謝謝 謝謝 這是紅 大家知道紅石流嗎 對 就是一顆一顆的 然後那個台灣比較少 就是大概要進口比較多 他就弄這個 但是在伊朗很多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底部 有那個一顆一顆的 他就酸酸的這樣 他搭配這個香蕉牛奶呢 喝起來就酸酸甜甜的很好喝 然後那個那個老闆呢 看我喝了之後呢 他就問我說 現在好不好喝啊 我說好喝好喝好喝 好喝 然後呢 他又 他又非常得意的 就是要求跟我合照 而且還抵了一個非常得意的姿勢這樣 就是 非常專業的這個 賣果汁的老闆這樣 然後喝完之後呢 就是我們已經默默的 溜大了一個笑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小孩呢 他就打電話回去給他媽媽 然後就講了一串波斯語 那我雖然聽不懂他講什麼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在 他表達的意思 他一定跟他媽媽講說 欸媽媽我今天捕獲了一個野生觀光客 然後呢 他媽媽就叫他把話筒拿給我 然後我一拿起來 然後他就說 又很大聲的聲音說 Welcome to Iran 歡迎你來到伊朗 這樣很開心 然後我跟他就是寒暄完之後就掛掉了 那掛掉之後又過不到30秒 他又打來 然後他就打給兒子 他這次就是正式的命令他兒子說 抱帶回家吃飯 所以這個都市謠言證明是真的 就是伊朗人會隨便帶陌生人回家吃飯 所以咧下一秒就在家吃飯 那伊朗人吃飯很好玩 就是他們會把這個客廳進空 然後會鋪這個地毯 然後去吃 然後那一天呢 他們全家人還特地去外面買了很豐盛的晚餐回來 就是擺得很豐盛這樣 然後還有很多人喔 就除了他爸啊 跟他小弟啊 我還看到他媽媽 還有兩個阿桑 那我就問他說 欸 那兩個阿桑是誰啊 他說 喔 那個是我阿姨啦 因為他們知道今天有觀光課要來 所以要來看一下這樣 我想說 是把我當團團跟圓圓是不是 就是當稀有動物 保育類動物這樣 然後 這是我們那天吃的東西 就伊朗的食物啊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跟你們的感覺一樣 就是蠻難吃的 對 就是他們的東西呢 他們很喜歡把這個肉燉得爛爛的 然後嚼飯吃 有點像烏飯這樣 這是羊肉的 但是他們的這個烏飯呢 又不鹹 又不香又不辣 就是有一堆很奇怪的香料味 然後他們的飯也是一堆香料飯這樣 就是吃起來很詭異 然後這個是有點像小米粥的東西 其實是甜的 這比較還好 那我後來回 但是我在吃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小弟就一直跟我強調說 這一道是非常厲害 非常好吃的東西 而且是很難得才吃到 那我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就想說 那來記錄一下 我當天吃的這個到底是什麼 好了 我就寫信給那小弟說 問他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這是他們的回信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前面兩個字就是 Oh fuck 就是措詞非常的強烈 那我稍微簡單翻譯一下 他就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食物 而且是很特別的食物 然後對於伊朗人而言呢 他只有在招待很特別的貴客 或者是在很盛大的日子 他們才會去買來吃 然後所有的伊朗人都會為這個食物而死這樣 就講得非常的浮誇 但其實他是難吃到死這樣 所以我覺得去國外玩很好玩 就是你會發現不同的民族 他們喜歡吃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覺得很好吃的東西可能跟你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有外國的朋友來啊 就是 可能不敢吃臭豆腐或出豬血糕 就是請大家多多同理他們的感受 他們可能真的不喜歡吃我們覺得好吃的東西 然後吃完之後呢 他們又非常熱情的招待我吃這個紅茶 波士紅茶還有水果啊 然後還有零食 就擺得非常的漂亮 就對一個數位謀面的陌生人而言 他們真的是很盛情款待 然後他爸就問我說想不想要抽水煙 我說好 他馬上就從那個廚房裡面就脫了水煙筒出來這樣子 然後就幫我燒那個炭火這樣 那一樣呢他們在抽水煙的時候呢 會很chill 就是一隻手會靠著一個枕頭 然後這樣子很頹廢的在那邊抽 就好像滿清人在抽鴉片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在抽的時候呢 他的小孩就只能在旁邊看 因為未成年還不能抽水煙的 就看我們抽 然後就大家還很開心一起合照 那一樣比較好玩的就是呢 他是一個很傳統的這個穆斯林的國家 所以他們是有一點點那個男女說不清的 所以我們合照的時候是男生合照 然後他媽媽跟兩個阿姨在旁邊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也有點分開 然後在伊朗呢 你在做那個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 比如坐公車或坐捷運 其實男生女生是分開的 他中間會有一個隔板 那女生呢 如果你嫁人了 你可以選擇去男生站在你老公旁邊 但是男生是不能去女生的包廂 所以他們算是一個很傳統的這個穆斯林的國家 然後如果所有的人去那個伊朗玩啊 不管你信不信穆斯林 女生都一律要包這個頭巾 不然的話呢 他們會有一個所謂的這個宗教警察 會給你開罰單這樣 你這樣不行喔 就是要帶頭巾這樣 那結束了之後呢 他們又給我帶一堆伴手禮回家 就是這個有點像葡萄乾的零食 然後這個有點像豆乾 然後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棒棒糖 他們在喇那個波斯紅茶的 喇完之後就會有甜味這樣 就真的是非常的熱情 要換一個嗎 這個好像有點觸控不良 然後呢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這樣OK 然後這兩個小弟呢 後來又強迫我拿出我的筆記本 就是在上面留下他們的簽名 他們可能練很久了這樣 就是說 To my dear friend Jake 就真的非常的可愛這樣 就是我就感受到 充分感受到這個伊朗人的熱情 然後真的是打破了 我對於這個國家的刻板印象 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們常常會對很多事情 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像是中東啊 一開始我認為中東很危險 但是其實呢 中東是一個很大很不一樣的區域 它涵蓋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宗教文化 不同的民族 那有地方當然危險 但是有地方是安全的 那有人說伊朗有沒有恐怖分子 我去的時候呢 還有SS 但是那時候我家人其實也蠻擔心的 但我後來做了很多功課 之後發現 其實伊朗的境內是沒有SS的 而且他跟SS是敵對的關係 因為他們是屬於不同的穆斯林腳牌 所以伊朗是始言要消滅SS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伊朗是邪惡軸心國呢 這句話是美國小顧系總統說的 他是經過美國認證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伊朗的這個政治立場是反美的 然後在這邊再跟大家做一個小科普 就是如果你去伊朗啊 你千萬不要叫伊朗人說 你們是阿拉伯人 因為他們會生氣 因為他們並不是阿拉伯人 他們是波斯人 波斯人跟阿拉伯人是屬於不同的民族 那以前的波斯人呢 是姓那個不是姓穆斯林 他們是姓那個先教拜火教的 但是之前有被阿拉伯帝國征服之後 才姓了穆斯林 但是其實他們跟阿拉伯人 是處於一種不好的關係 因為第一個是 他們曾經在歷史上面常打來打去 然後伊朗會覺得他們自己是歷史比較悠久 比較文化 然後阿拉伯人是比較沒有文化 比較野蠻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伊朗人姓的這個教派是穆斯林的什葉派 然後阿拉伯人姓的是遜尼派 那這兩個教派本身就是一種世仇的關係 就是已經有點緊張了 所以呢 這個中東事件你就可以簡單的分成兩大陣 一邊是伊朗的一邊是阿拉伯的 那其實呢 為什麼中東會這麼的紛亂 其實很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石油利益非常龐大 所以那些西方的列強啊 就會基於他們的利益 然後去挑動他們民族啊種族啊 宗教那些敏感的神經 然後藉由這樣子去從中得利 那所以在中東世界裡面阿拉伯他就是親美的 然後伊朗他就是反美的 因為你跟美國好嘛 我就不跟美國 那曾經伊朗是非常親美的 但是那個親美的國王後來被推翻了 所以他們現在後來現在的政治立場是反美的 那其實這個美國小貴心總統說伊朗是邪惡軸心 就是因為只是政治立場的不同 所以我認為所謂的這個邪惡跟正義 其實都是由這個世界上最大話語權的國家去認定的 那這其實這些牽涉到背後全部都是利益 所謂的邪惡跟正義跟他們人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至少我去過30幾個國家 就是伊朗人是我見過真的是最熱情最友善 然後最可愛的一個民族 所以這一個這趟旅行呢 他就真的打破了我很多了 對於人生的定見 所以去過30幾個國家 我得到了一些重要深刻的啟發 就是第一個我覺得人是比風景有趣的 我常常都是因為某一些很漂亮的風景 然後想要去到那邊朝聖的去到這個地方 可是每一次回來之後呢 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永遠都是旅途中遇到那些人 對我說的那些話 以及他們身上的這些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 真正的旅程呢 它是帶著急性的 是沒有辦法被複製的 就是像我這一次去伊朗 如果我沒有遇到那個 那兩個小弟 我的旅程可能就是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真正的一個人的旅行 它是帶著一些急性的因素的 然後最深刻的旅程呢 它是無價的 而實際上呢 你也不用花費太多金錢 對我而言最深刻的旅行就是去伊朗人家吃飯 那那一道飯就是我白吃白喝也沒有付任何的錢 我有拿一盒鳳梨酥啦 因為我有預期有可能會被請 所以就拿一盒鳳梨酥這樣 飯手裡他們就很高興這樣 但是呢 雖然不用錢 但是你花再多錢 你都買不到一樣的旅程 所以最深刻的旅程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旅途中 常常多花的錢 其實就是很有可能都是吃好一點或住好一點 但是跟你這個旅程深不深刻 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旅行最重要就是 你要想辦法在這個遙遠的地方 過上一段短暫的異地人生 你就把自己當成是那邊的人 用他們的眼光 用他們的思考 用他們的感受 去體會這個世界 去體會他們的價值觀 這就是最深刻的一場旅行 那我覺得人生的美好呢 或許就在於 其實我們窮盡一生 都不可能看完整個世界 我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實在太狂廣了 所以每一次出去 都會抱著很多很多的期待 然後期待遇到不一樣的故事 遇到不一樣的風景 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常去校園演講的時候 就很多學生會問我說 他畢業之後不知道要先工作還是先旅行 就是如果先旅行的話 會不會耽誤到找工作 那工作的話會不會就沒有機會旅行 那通常我都會用我的經驗跟他們講說 其實有一個選項就是 你也是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旅行 因為現在全球化的浪潮越來越興盛 不管是每一個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職位 如果你有興趣 你都可以去找到 可能跟國際比較接軌 或者是你可以出差旅行 或者是你可以跟不同的國際的共識的工作 就算是在大家都覺得很窄啊 然後很很很煩悶的這個工程領域 都可以找到讓你出差的工作 那這一張照片呢 是我在這個紐約的外派的一年的最後一天 跟這個美國的公司的同事合照的一個照片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些亞洲人的臉孔都是台灣人 那其他的就是美國的美國隊的這些同事 那美國人呢 他們就有很多不同的國籍喔 不單單是白人 他們又是那個拉丁美洲人 又東南亞人 然後又非洲人 所以你就會覺得哇 美國為什麼這麼強盛 就是他可以吸引到全世界勇於追夢 勇於做夢的 來到這個這個土地上打拼 那我就在這個公司不知不覺的待了五六年的時間 那其實我的夢想呢 一直都是在第二個階段 我一直都是還是期待自我獨立 然後期望我可以在工作上面得到好的表現 然後能夠一樣能夠升官發財這樣 但是我伴隨著我去的旅程越來越多呢 我的心裡的種子正在默默的發芽 因為我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故事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在網路上面創作 讓我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所以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作家之路 我是在一邊工作的情況下 一邊開始我的寫作的 那其實寫作對我而言就是一個 從小我就很喜歡的事情 忙起來有時候就不會寫 但是久沒寫又會突然手癢想要寫一下 那隨著我的旅程越來越多 我就開始想要分享我的旅行故事 那時候大家就是很流行用這個粉磚嘛 我就開了一個旅行沙舟章 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想說有粉磚之後就會有更多人看到 結果我開了粉磚看了一年 我的總按讚數是80個人 然後那80個大概有75個是我的朋友這樣 就是友情讚這樣子 然後每一篇文章大概都只有5到10個人按讚這樣 我想說 也不是開粉磚就會讓很多人看到這樣 然後甚至還一度懷疑自己是做人失敗 怎麼都沒有人來看這樣 結果後來就想著 我就開始思考說要怎麼樣 才會讓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 那這邊呢 如果大家有想要發展自媒體的話 也許可以參考我的這個經歷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在這個旅行的論壇發表作品 因為我是寫旅行的 所以我會在旅行論壇 如果你的創作是不同領域的 不同領域都有不同領域的論壇 那旅行論壇最大的呢 就是這個背包客棧 背包客棧是最多人上去看 然後流量最高的 所以你在上面發表文章的話 比較有機會讓更多人看到你 尤其是我有觀察到背包客棧 有一個叫做好文投稿專區 就是你的文章如果不錯 你可以投稿到好文 那如果被選到好文了 他就會把你的文章放在他們的首頁 或者是放在他們的粉絲團上 那就很多人會看到你的文章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寫了一系列的長文 那我比較有名的就是這一篇 我有寫在書裡的 叫做古代高棉村下鄉 他在記 主要在敘述我去到烏歌窟 然後去下鄉學做菜的一件事情 然後藉由下鄉學做菜的過程 裡面看到這些烏歌窟的現況 包含他們的資源很匮乏 但是他們的人卻非常的樂天和善 然後呢 這個導遊告訴我 他們很賭性宗教 所以非常的 對人非常的包容 但是他們在現代化的腳步下面 又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含政府很貪腐啊 然後等等的 然後這些農民呢 都會被迫被建價賣出土地 賣給大財團做這些開發的度假村 這一系列故事 我就把它寫成這個古代高棉村 結果在這個背包客棧上面 就引起還蠻大的迴響 就被分享了上千次 所以我就藉由一直在這個旅行論壇裡面發表好文 然後就開始慢慢累積了自己的第一批讀者 然後到後來呢 你有了開始有讀者之後呢 就可能會有一些旅遊平台 來邀請你擔任他們的駐站作家 所謂駐站作家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文章 可以在他們的平台曝光 那不一定有報酬 但是你可以增加他們的豐富度 那他們也能夠讓你的文章曝光 在不一樣的受眾的面前 進一步讓更多人認識你 所以我就後來就是有成為好幾個平台的駐站作家 然後又進一步讓更多人看到 然後之後呢 就是當你的讀者比較越多之後 就有可能可以成為駐站作家 你就可以你也可以主動去投稿 因為像我現在是這個天下雜誌歡樂線的駐站作家 那如果是比較大的這種旅行媒體的平台呢 你就又可以再進一步 讓更多更不一樣的人看到你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契機 我就慢慢的累積慢慢累積 然後我的文章著作就慢慢累積成一本書 叫做《從工程到旅程的勇氣》 然後才知道去年的年底的時候呢 就有機會出版了 那剛剛跟大家講到就是我是一邊工作一邊寫作 可是為什麼我後來還是離開這個舒適圈 然後去追尋夢想 我想這是最多最多人對我最大的疑問 就是你的工作不是很好嗎 就可以到處去出國 然後那個待遇又不錯 然後就是為什麼你要 要毅然居然居然死掉那個工作 其實這是有蠻多的這個原因的 這個轉折點是發生在2016年 我在紐約外派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以一個這個專案負責人的身份 去到這個紐約的 那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呢 正在成長 然後我的寫作也在成長 因為我在工作上面 其實也是一直投入在這個專案的這個開發上面 所以我那時候是一個project leader的身份 到紐約 然後我的寫作 我的夢想呢 其實也一直慢慢的成長 我那時候已經成為換日線的專案作家 所以開始有一些寫稿的壓力 所以呢 我本來一直覺得說工作跟夢想 工作跟寫作 這是可以兼顧的 可是當他們都成長到一定的地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有一天會碰頭 就是你的時間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可以兼顧好這兩件事情的 有時候我可能必須要加班 加班到很晚 或者是有時候我回到家之後 我就要有這些寫稿的壓力 我就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去去催稿 所以那個時候在紐約的時候 我壓力非常的大 我每天都是忙得焦頭爛額 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寫作 然後我就開始懷疑人生 就想說怎麼會把自己搞得那麼累 就是我不是 我只不過是想要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但那時候就有點徬徨 不知道說我到底該不該繼續繼續這個工作 放棄我的夢想 還是我要辭掉工作 然後去投入寫作 所以那個時候呢 也是很因緣的機會 就遇到了這個故事 我的故事常常會跟搖滾扯上關係 這個康舟搖滾工程師呢 是我一個美國的同事 我們有一次在公司裡面聊天的時候發現 大家都很喜歡搖滾樂 然後就聊得很開心 他就跟我說 他每一個禮拜都會挑一天時間 在那個地下室練團 然後他就邀請我去跟他們一起練團 我就非常的興奮啊 因為美國很多那種搖滾天團都是在那個地下室 或者是車庫誕生的 我想說哇 我真的可以參與到美國最道地的這個車庫搖滾 就我那天下班之後呢 我就跟著他的車 然後就是開到這個鄉下 一個破破爛爛的小木屋裡面 然後那小木屋就住了幾個同事都很喜歡搖滾樂的 他們每個禮拜都會找一天在那邊練團 那我那個同事他是這個鼓手 他非常的厲害 就什麼鼓他都會打 就是抒擎樂啊 搖滾樂啊 或者是EDM啊 什麼什麼曲風都難不倒他 然後那天就大家就玩 玩得很開心 如痴如醉這樣子 我就看到一群人就是很陶醉的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而且不求回報 那時候因為我心裡就是有這些 對於夢想跟現實的選擇的疑問嘛 我就忍不住問那個搖滾的同事 我就問他說 你這麼喜歡音樂這件事情 難道你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追尋音樂這條路嗎 你都沒有要追這條夢想嗎 那那個同事呢 他給我的回答讓我非常的訝異 他跟我講說 我早就追尋過了 我畢業的時候呢 從大學畢業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組團 跟一群人組了團之後 就開始到處去參加 酒吧音樂技啊 然後各個表演 然後發單曲CD啊 想要在這個搖滾界闖出一片天 結果他們闖了兩年的時候呢 就發現 在美國要搖滾界要紅是蠻難的事情啊 因為他們的高手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你是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機運才可以的 所以他們闖了兩年發現這條路有點難走 他就回來當工程師了 然後他告訴我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他說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 因為我不用考慮我的經濟問題 然後我可以無憂無慮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我聽完之後其實感觸還蠻深的 我就覺得奇怪 我們兩個人都是做一樣的工程師 為什麼一個我做的不甘不願 但是你做的心甘喜悅 那我們之間的差別是不是就在於 你曾經追過夢想 但我從來都沒有 我那時候就 腦海裡就一直想一直想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夢想 就不知不覺地來到第三個階段 在追尋自我的意義 那個時候 那一個晚上我回家之後就開始在想 我就想說 我目前呢 以前有兩條路 而且我必須要做出選擇了 一條是選擇現實 一條是選擇夢想 然後所以我就必須要 用工程師的邏輯去推演下去 我之後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我如果選擇現實的話呢 我可以得到物質生活跟社會的認可 那我如果選擇夢想的話呢 我可以得到生命的意義跟自我的認可 那這兩條路呢 你都必須要具備的要素 就是你都必須要投入更多 你才能夠把它做好 那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再兼顧了 你只能做出最後的選擇 那我最後的結論出來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如果選擇現實的話呢 我可以很確定的是 未來的我是會有遺憾的 但是我如果選擇夢想呢 不管夢想有沒有成功 未來的我都不會有遺憾 因為我在那個搖滾工程師的身上看到 他已經沒有遺憾了 所以他可以很開心的做自己 過自己要的生活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想到 其實答案非常的明顯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人在美國嘛 還那個專案還跑到一半 我也不好就是 突然就說我要遞辭成 要從美國回來 然後專案就丟在那裡 所以我必須在那 我必須要把那個專案完成 還有半年的時間 那我那半年呢 就每個晚上呢 就一直都在想這件事情 夜深人間夜晚了 我都在想說 到底什麼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後我看著我身邊的同事呢 很多都是擁有不少 卻不敢追求夢想的人 其實我發現這樣的人呢 是比一無所有 卻只有夢想的人還要多的 尤其是我的科技業的同事們而言 也許大家已經很習慣這樣的待遇了 然後也許他們有欺小要養 也許他們不敢去想他們有沒有什麼可能的夢想或追尋 因為他們必須要被這個現實的生活綁住 那我看到的是在我這樣子的年紀 然後在我這樣子的狀態 我有這樣子的想望 我必須要去做 所以呢 最後我就決定要選擇了夢想 因為我覺得呢 人生它是總有很多事情是你願意投身去實現 並且能夠從中獲取意義的 你甚至不用逼迫自己呢 這個意義就會驅使著你 我從小到大呢 念書考試我覺得都是被逼的 都是被後面有一群人在鞭策我 但是從來沒有人逼著我寫作 可是我卻莫名其妙的就寫出了一本書 反正是因為我在寫作裡面找到了意義 是我真的很想要去做 然後覺得是對我來說 是我的價值的所在的事情 那我覺得呢 人生它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 只有傾聽內心的想望與佛 為別人而走的路呢 再怎麼康莊都有遺憾 而你自己選擇的路呢 再怎麼艱難都可以不畏挑戰 所以我的夢想呢 經歷了三個階段 從一開始證明自我價值 然後到期待自我獨立 然後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追尋自我的意義 那其實呢 我就是夢想這個每一個階段呢 並沒有標準答案 最適合你的那一個 那就是屬於你的標準答案 所以我在科技業的時候呢 我感覺到我身邊很多人 很多同事 他都是屬於這個夢想的第一階段 跟第二階段 在證明自我的價值 跟期待自我的獨立 他們可能很希望說能夠多賺一些錢啊 然後能夠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現啊 能夠不負他的專業這樣 那我後來成為作家之後 我就發現 我身邊的人好像都不一樣 我身邊的人都是第三個階段的 就是一些作家朋友 他可能一直在覺得在做自己 很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他們可能不奢求 一定要有很高的回報 或者是他們覺得對他們最重要的是 要做他們有興趣而一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我只是剛好從第一個階段 經歷過來到第三個階段 而對於目前的我而言呢 我最想要做的是夢想第三個階段的事情 那剛剛講了很多就是關於勇於追夢的這些 這些很勵志的這些事情啊 其實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比較現實的層面 就是在於追尋理想 時間夢想的過程中呢 你最需要調適的部分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呢 就是其實夢想啊 它並不是一觸可擊的 但是呢你可以用時光慢慢的去醞釀它 我很喜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實你不用害怕你有工作 你可以在工作之餘呢 一邊慢慢的去培養你的夢想 我就是在工作的 一邊工作一邊旅行的這個途中呢 慢慢的用下班的時間去創作 然後慢慢累積出一些小小的成果 然後到了這些小小成果 有成正的可能的時候 我才做出了這樣子的選擇 再來就是你必須要放下包袱 如果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呢 都會有取捨 你如果拿了什麼 你就會捨去什麼 像我現在捨去了工程師的身份 我可能就必須要捨去那些很優渥的報仇 優渥的待遇 但是我可以得到的是很自由的時間 可以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創作 那我覺得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做好最萬全的準備 跟最壞的打算 並且呢 與愛你的人充分溝通 你必須要知道 如果你要追尋夢想 你要做的是什麼 我給自己兩年的時間 然後這兩年呢 我給自己一些目標一些計畫 就是我要達到什麼樣的階段 很簡單來說就是 我對於自己的期許 就是我兩年的時間必須要達成經濟獨立 就是不能再吃老本 然後我要看的我的收入是慢慢成長的 如果沒有慢慢成長的話 這對於一個創作者而言也是不OK的 所以如果我達成這些目標的話 我就會繼續的投入在這個夢想裡 但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 就回去科技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很多人呢 他是因為他捨不得去放下 他手中握著的東西 但其實沒有人告訴你 你放下之後 你就不能拿回來 至少我在那個搖桿工程師身上 看到他勇於追夢 然後又勇於回頭的故事 所以他的故事才激勵我去做這樣子的決定 那當你有這些萬全準備之後呢 最重要就是你要跟愛你的人充分溝通 就是我如果跟我身邊的所有的家人 所謂愛你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讓他們很充分的知道你要做的是什麼 那你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充分了解之後 他們就會願意去支持你 不然的話 家人要顧就是最大的助力 不然的話就是最大的阻力 所以你一定要把主力化為助力 這樣你才能夠繼續走在這條路上 然後當你跟愛你的人充分溝通完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放下他人的眼光 你會發現身邊啊 會有很多人是不一定看好你 可能會說風涼話 那尤其是可能一年一度 在過年的時候呢 有一些佛婆媽媽們 他們可能不是很瞭解你的狀況 那他們可能會用比較傳統的眼光去去去去批判你 或者去告訴你一些事情 但你要知道就是這個你現在做的事情 是你已經做好身世守慮的規劃 而且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你家人都已經支持你這樣就好了 你不用奢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然後我去了這麼多地方呢 我發現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奇葩 就是我認為 世界是一個奧妙而廣大的場域 它用無盡的萬象呈現在你眼前 而你眼裡反射出來的呢 只是一個帶有主觀意識 包含內心投射與解讀的世界 在世界遊走的過程 就是一趟動態迷想的修行 我常常都是帶著疑問走在世界上的 那也是因為看到這些這個世界給我的 很多不同的這些人事物不同的故事的反射 而讓我看到生命有更多種可能 它就好像是一場動態的修行一樣動態的冥想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答案 都可以走在這個世界上面 走在世界裡面去找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自己呢 不斷的在這個旅途中尋找生命的啟發 然後在文字裡挖掘人生的答案 我一直以為我的文章都是在分享旅程 但是我後來發現裡面最重要的東西好像都是 我這段旅程帶給我什麼樣的啟發 它怎麼樣改變了我 所以我就把過去八年呢 發生過這十五段最深刻的旅行呢 把它寫成這本書 從工程到旅程的勇氣 然後它的這個編排順序呢 是以這個啟發的順序為主的 像是第一段旅程就是在倫敦的時候 它打開了世界的大門 讓我看到這個世界 然後在清邁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跟一位Ladyboy的相遇呢 我知道他們做自己的勇氣這樣 然後在康州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夢想跟現實要怎麼抉擇 因為遇到那位工程師 然後在冰島的時候呢 看到了生命的本質 最後呢我就回到我的家鄉高雄 希望能夠活成夢想的模樣 所以這本書想要告訴你的是 第一個是 其實現實跟夢想它並不是單選題 它可以是一條並進的折衷之路 你不一定只能選擇現實跟夢想 在你夢想很小的時候 你是可以慢慢的灌溉它 讓它把它滋養長大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反走過的路都有意義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啊 一件事情就是 你以前花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心力 念到碩士當工程師 結果現在跑去當完全不香港的作家 會不會很可惜 但我會告訴他呢 其實我的所有的旅程 都是由工程去賦予的 我的很多旅行都是在出差的路上啊 然後看到的 所以這些旅行跟其他人的旅行也會不一樣 然後我的文字呢 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感性的人嘛 但是我受到這個工程的訓練 理性邏輯的訓練 所以也讓我的文字帶著 很多讀者都會說是理性中帶著感性的 這樣子的特色 所以呢其實工程對我而言是意義非常重大的 它是賦予了我現在內心的一些特質 然後帶來這些走下去 那我認為其實每一個人呢 都是一本很獨特的書 就是永遠不要被自己的專業所局限 如果你是工程師 不代表你一輩子都工程師 如果你能夠把你的經歷 從以前到現在整合起來 用最適合你的表述方式去呈現的話 每一個人都是一本很獨特的書 所以反走過的路都是有意義的 然後再來就是平反的旅行呢 它可以帶來不平反的啟發 因為我旅行常都是到一些 已開發的國家比較多 因為都是科技業的關係嘛 所以我很少去到亞馬遜叢林的深處啊 或者是戈壁沙漠的深處 但是你只要帶著一顆就是細膩的感受的心 走上旅行 你都可以得到不一樣的啟發 然後再來就是平反的人呢 可以走上不平反的人生 我在去年以前都是一位非常乖的學生 或者是一個很尋規道具的孩子 但是沒有想到寫作跟旅行 他讓我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然後讓我站在不一樣的講台上面 那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能夠經由我的旅程去梳理那些 每個流場過內心的徬徨跟思考 去感受更多的自己 因為我發現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啊 很多都是屬於徬徨的世代 因為我們跟上一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上一代的長輩們呢 他們可能是在資源比較匮乏的年代 但是經濟是高速成長的年代 所以他們所思考的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要賺錢然後要養家 但我們這一代呢 有信也有不信 我們比較幸運的就是物質比較充裕 但是我們不信的就是我們的機會 也比上一代少很多 所以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想 什麼事情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的 什麼樣子的事情是我真心想要去做的 然後也因為現在忘記網路的發達 所以很多很多職業很多事情 事業都有了更多的可能 所以我們我才能夠藉由在網路上面發表作品 而成為了一個作家 所以這些都是時代的不同 然後最後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所有的答案都藏在世界裡 如果你對世界有疑惑的話 不妨就走出去看看 所謂的去世界不一定就是要出國 你看遠離這個生活圈 譬如去花蓮一趟 你就有可能能夠得到不一樣的刺激 不一樣的啟發 那我的書呢 這本《從工程到旅程勇氣》 因為小弟在下就是去年辭職之後 就全職了賣書 所以就賣得還不錯 因為很多人是一邊工作一邊賣書 所以就沒辦法賣得那麼用力 所以就是賣到現在還賣蠻好的 就是在柏克萊德旅行 暢銷類排行榜前十名 連續三十週 然後目前也五刷了 然後我也有被天下雜誌換日線 還有TED台大跟台報做過人物專訪 然後呢很有趣的是 我在去年的時候在大東藝術中心 開新書分享會的時候被看到 所以那時候高雄的觀光局的官員來 所以剛好看到就邀請我成為了 去年11、12月的高雄觀光代言人 然後這是這個光代言人記者會 然後這一位是那個葉匡時代理市長 因為那時候韓市長正在請假去選總統 所以我就跟代理市長照到相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 很好玩的經歷 我覺得就是很開心能夠 能夠家鄉能夠帶給我這麼多 然後我也能夠用不一樣的方式回饋給家鄉 然後就是我的書呢 也被高雄文化局選為這個每月的好書 然後就是在這個高雄的蠻多的大專院校的圖書館 都收錄這一本書 那那個時候還有舉辦這個讀書心得 就是還蠻好的 就是大家其實我可以建議大家可以上那個高雄圖書館 他每一個月都會選出一本好書 然後那個讀書心得的獎金超高 就是總獎金有15萬 他第一名有3萬 第二名2萬 第三名1萬 第三名有20位 所以就是真的還 而且很多高雄市民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會鼓勵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看今這個月的好書是什麼 可以去真文寫一下新德文 這樣投稿上的話 你一個字就等於一個字有10塊這樣 就比我的稿費還要多很多的 我自己都 自己都想要去投稿 好 然後就是 如果你也承站在這個 我曾經猶豫的這個人生十字路口 有一些建議想要給大家分享 就是給學生們參考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幹嘛的話 我非常的建議你先去工作 因為你不工作的話 你不知道所謂出社會 所謂的工作是長什麼樣子的 如果你是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出去旅行 你可能也會不知道你要幹什麼 所以可以先去工作 然後在工作中 在生活裡發覺你的喜好 其實我自己就是在工作的過程裡面發現 我很喜歡旅行 然後才慢慢去到這個可以旅行的公司 然後才開啟了這個不一樣的這個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用工作去培養夢想 去慢慢靠近你想要的跟你夢想有相關的工作 如果你喜歡旅行 你就可以去有旅行的工作 然後當夢想被堅持下來 被茁壯長大才有可能成真 你要經營夢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很持續性的付出 不要只寫一兩篇文章就停了 那這樣就沒有用了 你可以一直寫一直寫 如果工作很忙你可以寫少一點 工作不忙的時候寫多一點 但是建議大家一直持續的付出 你的成果累積起來之後 就更有可能會被看到 那我很喜歡賈博士的一句話說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那唯一的方法去成就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事業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須要很熱愛他 你必須要深愛他 這樣你才能夠走得長久 而且你才能夠源源不絕的奉獻 我曾經覺得說我很努力 然後念到不錯學校或去到不錯工作 我的人生應該就一帆風順了 但是工作幾年之後我發現 其實我最熱愛的是寫作不是工程 所以呢我會感覺到 我如果真的要做得非常好的話 我必須要奉獻在我真正熱愛的事情 那也是因為我現在成為了一個職業作家之後 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付出 那那種付出對我的眼就並不是覺得說很辛苦 因為那是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如果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常常公司一加班到七八點 我就覺得超累 就覺得很煩 那可能就是你只是為了要糊口 而去做那件事情而已 然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take away 就是漸進的力量 我覺得很多夢想 大家會覺得夢想太遙遠了 然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你必須要相信的就是 你的人生是絕對可以朝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逐步邁進 你也許沒辦法一個月或一年兩年可以達到 我一邊工作一邊寫作是累積了四年 那雖然有點慢 但是你可以一點一點一滴的 往你的要走的這個方向邁進 而且他是絕對有一天會走到的 你必須要相信這一點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艾麗絲夢遊仙境裡面的一段故事 艾麗絲遇到這個貓 她問她說 你可以告訴我我現在在哪裡嗎 你可以告訴我我現在要往哪裡走嗎 然後那個貓就 那個貓就告訴她說 艾麗絲是問她說 你可以告訴我我現在要在哪裡 然後那個貓就跟她說 那要depends on 你要去哪裡這樣子 那那個艾麗絲就回她說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去哪裡 那那個貓就回她說 那這樣就不重要了 就是你往哪個方向走都不重要了 這句話的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那麼你在哪裡一點都不重要 就算你現在你沒有夢想 你不知道你該做什麼 那你就去找尋夢想 你就去挖掘生命中更多的美好 這樣子的話 你的人生就已經有在前進了 就比什麼都不做還要好了 你如果不知道去哪裡 那你在哪裡都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意思就是 只要你一直走 總會走到什麼地方 只要你開始行動 你的人生就會開始往前進 而且來得慢或來得快都沒有關係 他一直都是在往前進的 然後最後呢 我會分享就是 書裡面的一段話給大家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夜沙舟 在生命的旅程裡漂流 有時候離岸 有時候停泊 有時在各自來去的浮沉裡偶然相逢 無論相逢的緣分是十年一輩子 還是短短一句話一個笑容 別忘了 某段人生旅途的各種滋味 我們都曾以同品嘗過 謝謝那些走入生命中的人 我們的旅程因為相遇而完整 我常在旅行裡面呢 對我印象最深刻的都是 旅程中遇到那些人的那些事情 那我覺得我們的人生也像是一場旅行 那我們的人生也是因為這一些生命中遇到的人而更加的完整 像是我出書之後呢 其實經歷了一點算很神奇很奇妙的過程 就是開了很多場分享會 那也許我跟每一場分享會的大家的緣分 就是這短短的兩三個小時 但是如果我的故事能夠帶給你一點點啟發一點點勇氣 我都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常常從這些觀眾們的對我的反饋呢 也讓我去深思去思考 我或是我表達這些內容 裡面有沒有什麼樣子可以讓大家更有感覺的 然後可以從裡面修正的 所以我認為人的這個一生中 這些好的緣分善的相會 都是讓我們生命能夠更加完整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就是謝謝我們的生命在今天相會 然後祝福我們外來的旅程 也會因為別的相會而更加完整 謝謝大家 這是我今天的生命 謝謝 然後 最後 對 然後這個 最後呢 這個是 我的這個Facebook 還有這個IG 那我的Facebook呢 現在目前在分享的都是跟枝亞 或跟旅行有相關的一些文章 那我的IG呢 會分享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像是我去年有去蒙古騎馬野營 所以會有不同的連載故事在上面這樣 然後這也是我就是比較擅長講的講座的主題 有十年的願景工作坊 然後也有在教旅行寫作 也有旅行專題講座 那很開心 那就今天大家如果說 吃會後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翻翻我的著作 就是在門口 然後我也會在現場給大家簽名這樣子 那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開放 大家提問一下 如果有提問的話 都會有這個小獎品 鼓勵大家提問 對 有嗎?有問題嗎? 任何問題都可以 不然旅行啊 或者是工作啊 或者是職業啊 請說 請說 您好我想請您跟您的那個 講演講幾年期中 一個是2030的未來十年願景 我想請你個人有十年的 目標或十年計畫嗎? 現在嗎? 對 我先 我先 你一個小禮物好了 謝謝 看得很仔細耶 馬上就看到十年願景 謝謝 謝謝 這個十年願景啊 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我妹妹 我妹妹也是一個很 很奇妙的人 她也有經營部落格 然後她之前是 我跟她是完全個性不一樣的人 我可能是比較內向一點 我妹妹是非常外向活潑的 然後呢 我們兩個走的生命都很不一樣 她之前在阿聯酋當空姐 然後現在到迪卡農當人資經理 她就是非常跳通就對了 那我們兩個從以前就長得不一樣 然後個性也不一樣 但是很妙的就是我們到現在都三十幾歲了 然後就開始都很喜歡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心路歷程 然後我們也剛好都在世界走了一圈 那我就在跟她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呢 我跟她外表個性很不一樣 但是我們有很像的東西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的價值觀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對於我們的生涯的規劃的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子的契機 我就跟她發展了這個2030未來十年的願景工作坊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是怎麼規劃未來的十年的 那這個很好玩就是你未來十年會怎麼樣 你現在可以知道 但是有很大可能就是你十年後 根本不會不會朝向那裡去 因為這十年變化還太大了 像我十年前我就只是希望我成為一個很優秀的工程師而已 但是你可以每一年每一年都去規劃你未來十年的願景 然後去朝向去調整你的目標 然後朝向更不一樣的 會根據你的每一年的變化 然後去做最好的調整 然後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資源 或者是去請教你可以請教的人 那所以我現在個人的未來十年的這個願景是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全放位的作家 就是過去我比較常著墨在的是這個旅行的這個題材 但是呢我後來發現我的質疑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然後從旅行到創作者的這個心路歷程 也有非常多可以值得分享的題材 所以我未來希望我的寫作是能夠跨各個不同的領域 然後也不是只有靠寫作 我就可以有演講啊或者是上課啊 很多不一樣的機會 不一樣的渠道 像是幾個禮拜後的那個謝哲卿 就是我的我的偶像 我覺得我是以他為模範 就是他是非常有內涵 而且也是能夠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呈現他內涵的一個很優秀的作家 所以我希望我未來的十年能夠成為一個全方位的作家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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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還有其他問題嗎 什麼問題都可以喔 那位有舉手嗎 剛好在抓頭髮 請說請說 送你一個小禮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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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請下午下就是 有關於你今天是以 從旅行出發 對 未來成為一個創作級的一個作者 對 就是全方位創作理作者 對 那我想要聊的是說 你那個旅行的一個規劃 一個邏輯 包括 就是說 因為是以經濟型導向還是以目的地型導向去規劃整個路線 或者是機票 或者是當地的一個路線的規劃 對 了解一下你的邏輯 規劃的邏輯是怎樣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大家應該覺得說我是專門在寫旅行的很會規劃旅程嗎 我跟大家說我超級不會規劃旅行的 而且我現在規劃旅行的邏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就大家還記得我之前來講十年前去英國玩的那一次 那是我第一次讀旅嗎 我那個旅行行程表 我大概做了 大概做了五頁的A4的紙吧 然後就是排的密密麻麻 而且就是資料查的非常的詳盡 每天要去哪裡都查一清二楚 那個車票怎麼訂啊 然後幾點玩到幾點在這個點 然後要吃什麼哪一餐 要住哪裡全部都規劃的好好的 然後都塞得很滿 那我去完之後我就發現 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你光在旅途中迷路的時間 大概就已經到落高幾個點去了 然後其實因為旅程中會發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插曲跟意外 那我覺得我有一個很深的提出就是 如果你把它排得滿 其實你會變成你一直在趕著要去某個地方 而是你沒有辦法好好的真的靜下心來深度的體會那裡 那旅程中很深度的感受其實是要 你反而要拋開那些很繁瑣的行程 你才能夠好好的沉澱去感受的 所以我到現在我的旅行都規劃的是非常簡單 大概就是機票住宿弄好就好了 然後我住宿的邏輯呢 我比較喜歡去貼近當地人的生活 我希望去過當地人生活 所以我都會去住Airbnb比較多 就是跟當地人一起住 那有的人更厲害的可以去玩那個沙發沖浪 那沙發沖浪有可能就是 就是你必須要花很多時間跟沙發組 Social啊什麼的 我個人是覺得我付一點錢 然後住Airbnb用我的步調去玩比較沒有壓力這樣 所以我現在大概就是規劃旅行 大概就是一天而了不起去一兩個點 然後在那邊待很長的時間 然後有時候甚至就是故意不排論的事情 然後就在那邊可能跟當地人聊天啊閒聊 或者跟他們閒聊啊 這樣反而會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而且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那如果你把時間都花在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要必買必吃必去的 哇那些你就就忙那些就忙夠了 而且你去了都跟別人一模一樣 真的你自己在那當下跟某一個隨便一個人發生的故事 那才是最獨特最有趣的 所以這是我去過那麼多旅程中 我得到的比較深刻的體悟這樣 跟你分享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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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好怎麼選擇旅遊國家 其實蠻隨性的耶 就是我那像那個伊朗就是看到那個人 我實在覺得太訝異了 那個人的文章 所以就選擇去那裡 然後像我去年去那個蒙古騎馬野營 那個就是我妹妹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去 我說好這樣 因為他就是自己很喜歡騎馬 所以他就會每年都會去不同國家騎馬 結果去年剛好去到蒙古 然後蒙古覺得很酷耶 可以做蒙古包 而且他那個是游牧民族的行程 就是完全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十天都在煮水草而居 就是住在河流旁邊 就過著游牧民族的生活 就覺得很有趣 那我去了 因為我自己在出差的途中 都會去一些比較以開發的國家比較多 所以我自己去的話 我現在會比較想去一些比較不那麼以開發的國家 像是伊朗啊蒙古啊 然後或者是去比較自然的國家 像是我前年去冰島 我也覺得冰島非常的漂亮 非常美麗 然後在那裡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非常的震撼 那我自己下一個想要去的地方是我想要去走思路 那可能這一兩年可能有可能沒辦法成行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思路是一個跨國界 而且很跨很多時空的一條路 所以對我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我自己選擇的地方就是 我比較想要去探索我比較對我而言是比較未知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我想要趁還有體力的時候 去到一些比較不那麼容易去的地方 因為反正日本就很近嘛 然後老了之後再一次去就好 現在就可以不用那麼常去日本 就可以去一些比較沒聽過的地方這樣子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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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說 來 這個 來 如果說 你常常都是一個人安排行程的話 你要怎麼擺脫孤獨這件事情 喔 很有意思的問題喔 我覺得這個孤獨這件事情 對很多人來說會是一個困擾 那我為什麼那麼喜歡一個人旅行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孤獨 我本來是一個邊緣的 我還蠻喜歡一個人獨處啦 所以我自己在一個人的時候還蠻開心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旅行是最好的 就是你可以選擇很寂寞 你也可以選擇很熱鬧 因為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的感官會是最敏銳的 而且你在不同的國家 所以你的心是最開放的 你最容易跟不同的人交談 如果你身邊跟著一個跟你同國籍的旅伴喔 你可能就有50%的心力在跟他講話 或者在照顧他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大概只有50%的心力去跟外界接觸 但是你一個人的話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的去感受這個世界 然後跟每一個人有所接觸這樣 那我覺得一個人旅行最好就是 我今天想要獨處我就自己獨處 但我想要熱鬧一點 我就跟民宿主啊或者是 像我以前還蠻常住Hustle的 就是那種背包客棧 背包客棧大廳就會有很多旅人啊 然後有時候可以跟他們聊天 然後甚至可以結伴同行這樣子 所以沒有錯 就一個人旅行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須要能夠享受孤獨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孤獨的話 那也許這不是對你來說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世界上有100個旅人 就100個旅行的方式 所以旅行的方式沒有對錯好壞這樣 有的人可以結伴同行 但他可以玩得很開心 玩出屬於他的旅程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標準答案這樣子 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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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高雄的鄉親都好和善 都會 大家玩都會拍手耶 很開心 對啊 台北的比較不會拍手 台北 天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看到 我想請問人家說 如果要勇敢追夢 對 可是 若你有太多的包袱 或者是說太多的牽掛 你要怎麼勇敢地跨出難過 好 另外就是說 我蠻羨慕是男生 出去旅行就是可以很方便 像去伊朗去比較危險的國家 如果是女生的話 這個部分就會蠻困擾的 就是說 要怎麼去選擇去旅行的地方 好 謝謝 如果有牽掛的話 就是我必須說你要考量到你的牽掛有多少 如果你的牽掛比較多的話 那你關於耕耘夢想的這個耕耘期 或者是打底期 你可能要拖比較長 或者是你對他設定的標準要比較高一點 就是你可能要耕耘夢想耕耘到你可以take care你牽掛的人 人事物 像我自己是 我之所以會選擇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我現在的牽掛很少 就是我還沒有小孩子嘛 所以我只要養得起自己就好了 那我知道如果過十年後 我有小孩了 那我夢想要實現的機率可能要 門檻要提更高 就是我的夢想能夠賺到錢 要至少要cover我跟這個家庭才可以 所以我覺得最就是有一本叫做藝人公司 那本書我就寫的很好說 如果你要開啟你的事業 你的第一個最最低標準目標 就是你要先能夠支撐你目前的生活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人的話 那你就養得起自己就好 那如果你現在有一個家庭 你至少要供應這個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 那如果你有一個家庭相對 你也有一個另外一半嘛 在一起在養家 所以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但是最低標準就是你要能夠度過你現在的生活 這是我認為你必須要以這個為起點這樣 那至於女生愛旅行的事情 就其實現在我覺得現在還蠻妙的 就是很多那種職業的部落客旅行 部落客反而是如果去網路上找啊 反而女生比較多耶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找一下 就是反而男生的沒那麼多 因為女生很多女生的部落客 我覺得女生比較可以 所以在某一方面他反而比較可以 算性的做自己 因為男生有些男生還是會有一些 傳統的包袱就是譬如說他必須要養家 他必須要傳宗接待 但是我認識的一個部落客圈子裡面 女生是比男生多的 那是職業的部落客圈子 因為現在的女生就是比較提倡說 不一定要結婚啊 或者最近做自己啊 然後或者是他們 他們就相對於包袱沒有傳統的男生那麼多 那再來就是女生如果要去到比較危險的地方 像是伊朗 伊朗很好喔 伊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為什麼我之前說我鼓勵男生去當體會當正妹的感覺 但是我沒有鼓勵女生去伊朗 就是女生去伊朗 你可能會遇到一點點小困擾 就是他們會覺得啊 伊朗的人會覺得那個來自別的國家的女生 是來自這個自由世界的女生 所以你們可是他們可能會覺得你比較開放一點 因為他們是傳統的穆斯林國家 他們比較受到束縛 他們沒辦法在公眾場合就是跟人家親熱啊 跟你的女朋友揉揉包都不行 所以他們是比較傳統一點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你是比較開放的 他們有可能會來騷擾你這樣 但他們騷擾不會說像印度這樣那麼可怕 他們騷擾可能就是會來像蒼蠅這樣繞在你旁邊 跟他們說小姐怎樣要不要來吃個飯這樣子 對就會一直這樣子講一些這些就很煩啦 這是我看過有一些去伊朗的女生的旅行者他們講的 所以他們建議說女生去伊朗的話就是結伴 你看你跟一個男生去或跟一個女生去 至少你兩個人其實就很有造異 那些就是你可以對抗那些無聊男子的這些力度就比較高這樣 所以如果去危險的地方還是建議要要結伴這樣子 對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那我們是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就可以了 如果時間的考量 來 請說 剛才我剛剛看了一下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聽的這個是一趟自我的生命旅程 對 那我覺得就是清早你的作品過程當中呢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楚世銀呢 他在那個NGO這種旅行的過程當中 也會帶給很多就是這些心心學子還有年輕人 可以投入一段不管是工作或者學習的過程當中 都可以在旅行當中去探索自我 那你覺得對於現在新的世代的年輕人 就是剛你說那些問題我們都可以解除 對於現在新的年輕人真的比較難 對因為這個被綁住的東西很多 那你在建立這個思維的過程當中 你的家人都是怎麼鼓勵你的 家人都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您說的現在的年輕人 被綁住的比較多是哪一方面 比如說 一個人如果在外面獨自旅行的人 基本上他有要三個條件 一個就是他的自信心要很充足 對 再來就是你剛說的享受孤獨 對 再來有長長程度的語言 對 那這個在現在 我們在教學過程當中 很多都是些考試達標 哦 了解 所以在建立他們認識自我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很少花時間去思考 做這件事情的背後做什麼 那你剛剛在分享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都是在行進過程當中 你都有反思 對 還有反省 對 那這些對西方的教育是很理所當然 嗯 但對東方人來講 嗯 比較欠缺 嗯 嗯 那你是怎麼期望 哦 對 好很細膩的問題耶 我覺得很很值得很值得好回答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 我從小到大 其實受的就是完全的東方教育 台灣教育 而且我也沒有出國留過學 然後從小到大就是 我們這個年代可能更更注重學業一點 跟現在的小小朋友比起來 然後其實我很多很多想法都反思是在真的是在自己出去旅行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的思想是可以把它開放出來 然後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去去感受這個世界 然後去體會這個世界的 所以我是在這個旅程過程中才才有慢慢抓到這樣 我在念書的時候其實也是很尋規道具 然後就是就是沒有想到這麼多 然後再來就是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英文啊 我覺得英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 嗯 因為我從來沒有流過血嘛 但是我還是進到外商公司 其實我的英文是很 是帶著台灣槍 就是跟大家其實沒有說差別差到哪裡去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 台灣的學生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英文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大家比較不敢講 台灣人最弱的就是講話 但是其實我們的智慧啊 或者是文法能力其實都還算不錯 但是我沒有那個環境去講 那再來就是一個東方的教育 就是會有一個 會很怕犯錯 就是他很怕講會講錯 所以是不敢講 是因為他怕犯錯 但是其實大家要知道一個是 這個世界上最多人講的語言是什麼 最通用的語言 最通用的語言 最通用的語言是 還是是英文 但是是非母語人士說的英文 因為母語人士英文大概就英國美國嘛 不會很多新加坡有列為官方語言 但因為英文是國際語言嘛 所以全世界的人要溝通 第一個都要先想到要學英文 然後要講英文 所以最多人講的是 這些非英文母語人士講的英文 那這些人呢 講的英文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的單字都很簡單 然後他們就是文法很有可能會出錯 但是他們可以做到就是 他們讓你知道我要表達意思就好了 他不care你對不對 但是台灣人太care對不對了 所以不敢講 然後他就以為自己不會講 所以我要告訴他 不要怕犯錯 你就是講就對了 我的英文還是很多文法的錯誤 但是我只是敢講而已 所以而且外商公司 他們其實也不會那麼care 你英文分數要考多高 他們都會直接面試 跟你直接講英文 那如果你能表達了 讓他們懂就好了 他也不會care你文法多錯 他只要catch到你的意思就可以 所以就是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最不一樣的思維就是 你要勇於嘗試 然後勇於表達 然後不要怕犯錯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你在旅途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受的英文教育 其實都還蠻扎實的這樣 然後你剛剛說到就是在 家人怎麼鼓勵我 就是我覺得要追夢這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會很怕就是家人會有誤解 或者是他們可能會反對你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一半的責任是在你自己 就是為什麼我能夠得到家人的諒解 就是當我在網路上面 開始耕耘我的夢想的時候 我每一件事情就會開始跟家人分享 所以他們等於是在四年前 我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就知道我已經在耕耘我的夢想 就是可能每一件小事情 我都會跟他們分享 比如說第一場演講邀約 或者是我的粉絲數破千破萬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講 所以當我去年年初跟我爸爸講說 我要辭職的時候 其實他不意外 他已經知道我做這件事情做很久 其實累積很多成果了 所以他不意外 但是他只是會擔心 因為愛你的一定會擔心 他只會想要知道我要怎麼做而已 但他一點都不意外 那有的人可能父母很意外 就是因為這個小孩都沒有跟你講 那你可能突然聽到就會晴天霹靂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跟家人之間兩代溝通 一定是要很暢通的 你要讓你的父母知道你在想什麼 那你也要知道 因為他們是最愛你的人 所以你當然要讓他們知道你要想什麼 而且你之後如果有什麼夢要去追 你當然要盡早讓他們知道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好好的跟家裡的人多多溝通 然後不要怕犯錯 然後就是你的人生就會 比你想像中的精彩很多 謝謝 好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我等一下會到門口 所以如果會後有想要跟我交流的人 都可以歡迎來找我 然後或者是來翻翻我的書都可以 然後或者是私下什麼問題 都可以來都可以來問我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今天 大家覺得這個講座有什麼心得的話 如果你分享在這個IG或FB上面 然後tag我的話讓我知道 然後我就會把今天的這個 講座投影片的重點栽錄 就是寄給你 然後跟你分享這樣子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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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